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攻坚的时候他爬上来拿着枪对自己开了两枪 那都没有激发后来就拉滑到对准我们执勤的同仁 所以执勤同仁加以返形 满头白发身形瘦弱的是沈流的母亲 赶到医院太平坚靠人搀扶来确认检察官相验程序 陈姓祖嫌沈流身上有17个弹口 分布在头 双手 脚和胸口致命伤带解剖离亲 没有听听警方放下武器的指令 还将枪头指向我们的远警 一组四个人有三位远警开枪 26号同株的灵性男子外出回来 听到枪声拔腿就跑 绰号弹头原本搭来的白色白牌车 司机也吓得大回转不载客了 弹头因此被甩出车外 白色上衣的就是对警方开枪的沈流 跟着弹头一起跑 跑到林贤所开的黑色轿车离开 当天就是因为帮要买枪的林姓祖嫌试枪 却顺势拿来攻击警方 森流袭警后逃亡 遇到特勤围捕 朝自己开两枪位急发后 转而把上堂枪口朝上警方 就死意坚决地不能被抓的背后 有什么引擎 还有带警方抽丝剥茧 三弟兄黄大卫来币乡 台南高雄报道 警察围捕还想跑 上不住直接趴倒在警车引擎盖上 他就是森流 去年底因为毒品案通缉被抓 每一位刑警身穿防弹衣 还有人手持盾牌 因为森流火力强大 藏在家里的武器是突击步枪 掌心雷 还有土质炸弹 警方看了都傻眼 因为这枪军杀伤力很惊人 因为这是里安电影中 美军上战场拿来冲锋陷阵的武器 用枪自重 原因在于随便被搜出就超过 1000公克的安非他命 海洛因 他卖毒也制毒 最怕被黑吃黑 42岁过去有妨害自由 窃盗 毒品前科 他在台南有多处藏身处 交出三窟 躲避追踪 10月26号开枪袭警后 除了这次在中西区的日猪套房 另外在永康区和安南区 也都有地方住 陈信嫌犯平常毒瘾不小 长期吸食安非他命 让他精神受影响 常疑神疑鬼 警方透露 弃捕过程就听闻 他扬言若遇到围捕 不是轻声 就是朝警方开枪拼了 没想到宇晨称把命葬送了 三立圈王少海赖碧香 台南报道